那之前呢在被考之道的视频当中呢给大家说过 如果我们今年教材下发以后呢 我们会为大家呢去专门录制一个关于教材变化的一个视频的讲解 那现在呢新教材已经出来了 然后我们经过研读之后呢 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年教材的一个变化情况 那主要谈这样几个问题啊 第一个当然就是大家最关心的我们今年教材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那对我们考试有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呢 那有哪些是我们值得应该关注的新增知识点呢 那第二个呢还是想提示一下大家 我们不但要关注今年新增的内容 那历年来一些传统的高频考点也是我们需要进行关注的 那再给大家去分享一下我们30个章节当中 有哪些呢是大家一定要掌握的高频考点 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之前建议说 大家已经开始要着手基础班的学习了 那有很多同学呢已经先启动了学习 可能用的是22年的一个课程 那接下来我们23年的基础班出来之后 我们大家可以如何去根据自己不同的情况去进行跟课 给大家做出一些跟课的一个建议 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部分内容 关于教材的一个变化情况 那要给大家说这样一个问题啊 就是我们CPA教材呢每年都会改 那关键是在于它小改还是大改呢 那大改呢不是说它文字改的多 它就叫大改 而是说它改了哪些本质性的内容 那有一些年份呢它改动其实是非常大的 比方说18年的时候改过金融工具准则 收入准则 然后又出了一个持有代售准则 有三张的是新的 那20年的时候也是这样 租赁准则 非货品资产交换准则 以及债务重组准则 它也是三张是全新的 那当有这些非常大的改动的时候呢 其他章节相对来说就比较风平浪静 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变化 那今年的教材你拿到之后呢 如果你真的和二二年教材去做一个对比 你会发现一点变化都没有的 只有三个章节 其他章节好像看起来都是有一些文字性 这样的修改啊增加例题啊删除例题 但要说的是其实呢 它的变动幅度整体不大 就是呢它主要是一些形式上的问题 实质上的一个新增知识点 其实并没有那么多 因此大家可以完全安心的 那接下来大家看到整个表格当中呢 对于大家值得关注的 我用红色高粱给大家标识了 那还有一些呢 大家看到比方说无形资产章节 我直接写了无变化 那基本上是说它指字为改 有一些呢 我写了一些这个无实质性的变动 它的意思是说 它可能略微修改了一下文字啊 有的时候呢 是立体当中修改了一下 有的时候就是文字表述当中修改了一下 但是对我们这个知识点本身是没有影响的 那还有一些呢 它文字改动可能会比较多 但是呢 我也是给了一个结论性的一个意见 就说它是没有实质性的一个变动的 那么大家其实也可以放心 就是对我们考试 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 那接下来我们就主张来分享一下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总论 那总论呢 今年是发生了一个改动的 那主要是两块地方 第一个呢 是第一小节当中 加了一个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 是纯理论的 那接下去还增加了一个新的小节 就是第六小节 关于可持续性信息披露 也就是有一个ESG的一个信息披露要求 那么这两个内容的增加呢 它其实算是知识点的一个增加 但因为本身总论是理论性的 那我们考察的话 一般是客观题进行考察 那客观题就是选择题嘛 那对于这些 如果出选择题的话 应该还是对我们考试 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的 而且它也不会有太大的这样一个难度 所以建议大家呢 是要学一下 但是呢 不用太过于纠结 那接下去是第二个章节 也就是从获 那从获大家看到 我写了一个叫做修改若干处的表述 但是整体呢 没有实质性的变动 比方说举个例子 它改了哪里呢 就是我们有一个计算存货的可变现净值 那可变现净值在计算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用估计售价去减去 我们现在这个状态 一直到最终变现的时候 可能会发生的一系列的成本费用 那比方说要扣减一下加工成本 再扣减一些销售的费用 那他就具体说了一下 这个销售费用应该是 我们和销售直接相关的增量成本 然后呢 他里面还可以去包含一些 比方说销售部门发生的水电费 贪销费等等 所以他就补充说明了一下 这个销售费用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这边说的 所谓的修改若干处的表述 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有的时候 可能对这个文字上 进行一些增加 或者是进行一些删进 或者是进行一些调整 但是呢 整体对这个支持点没有印象 我们可变近值呢 还应该按照原来的方式进行计算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那第三章固定资产呢 他也是没有实质性变动 虽然说加了一个立体 三杠七 那立体三杠七讲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们说固定资产吧 他要进行后续计量的 我们要对他进行折旧 那折旧的时候 有一些呢 是需要进行估计的 比方说他的使用寿命 比方说他的预计进残值 比方说他的一些折旧的方法 那对于这些会计估计 我们年末呢 是需要进行复合的 那复合下来呢 有可能会发生改变 所以立体三杠七呢 他其实是一个案例的性质 他就告诉你 这个固定资产 他复合之后呢 使用年限缩短了 然后他的残值 比重呢 发生了一个改变 他就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甚至没有计算 或者是账户处理的 因此对我们考试呢 其实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影响 那第四章 无形资产呢 是完全没有变动 第五章 投资性房地产 他也是去修改了一下文字 然后呢 删掉了一道立体 但道立体呢 本身没有错误 这个知识点也是还在的 他就是觉得这个立体 可能略微和之前一道立体 有点重复 就是五纲一 他讲的是一个 成本模式下的一个后续支出 那五纲二呢 讲的是公民价值模式下的 一个后续支出 所以他觉得两道题 据说同一个问题呢 可能稍微有点重复 因此删掉了一道 但是这个知识点 本身大家应该也是 需要进行掌握的 所以对我们考试 对我们学习 都没有什么影响 那第六章 长期股权投资呢 它也是若干处的一个文字 进行了一些增加修改或删除 但是呢 对我们考试 没有实质性的一个影响 那第七章 资产解质章节 大家看到它增加了一个立体 那增加的这个立体呢 它其实这个知识点 一直是有的 而且以前年度呢 也考察过 讲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们资产解质当中 我们要去估一个可收回金额 那可收回金额当中呢 有一个数字 我们说是用未来现金流量 限值 和雇余价值减处之费后的金额数高 来确定这个可收回金额嘛 那因此我们要去估这个未来现金流量 那估未来现金流量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是需要去考虑因素 然后有一些因素是不能考虑的 那比方说里面会有一个什么呢 会有一个可能会发生的一个重组 那我们说重组呢 我们是需要去关注一下 就是它到底是尚未承诺的 重组啊 还是我已经非常确定 有这样一个重组事项 并且已经对外公告的 那我们最终在估计现金流量的时候呢 是不一样的 如果这个重组 我只是有这样一个重组计划 但是呢 我可能没有对外进行公告 没有做出这样一个承诺 那我们在确定未来现金流量的时候呢 应该不去考虑 我们重组对现金流量的影响 那如果这个重组计划 是非常详细和正式的 并且已经对外公告了 那我们应该用 考虑了重组义务以后的现金流量呢 来确定这个未来现金流量的一个限制 啊 所以他就具体举了一个例子 说明了我们重组两种情况 对未来现金流量的一个影响 但本身这个知识点 还是原来那个知识点 它只是增加了一道立体呢 去说明这个问题 因此给了一个结论 就是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那第八章负债 那负债当中呢 有一些的这个关于税的一个问题呢 它是一些比较过时的表述 所以对于这个过时表述的进行删除 那比方说还有应付账款当中 他提到了一个这个现金折扣的问题 那其实现在的现金折扣呢 应该按照我们收入准则的 可编对价来进行处理 所以有一些表述呢 它过时了 它进行了这样一个删除 那还有一些例子呢 它本身有一些细微的瑕疵 它进行了一些完善 那除此以外 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 那接下去第九章 职工薪酬 它也是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变动 只是把我们立体能更加完善一些 补充了一个条件 让我们立体更加严谨一些 然后呢 有些表述进行了一个简单修改 但是对知识点本身没有影响 那第十章股份支付 大家看到 应该是需要进行重点关注的一个内容 但是这个变化呢 是完全在我们预期当中的 也就是我们解释公告的第十六号 那大家看到 首先呢 它新增加了一个知识点 也就是我们有两种股份支付的一个分类 一个呢 是以现金结算的 一个呢 是以权益结算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如果对这个条款进行修改 使得它从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我们应该如何进行跨界处理 那接下来呢 财政部又出了一个股份支付 它的一个应用案例 就讲了一下 我们这个发生了这样一个事项 应该如何进行账务处理 所以就纳入到我们教材当中来 变成立体十缸期 它其实是既有知识点的理论部分 也会有案例的部分 那我觉得是可以去进行考察的 而且是可以去考察主观题的 大家应该重点关注一下 那另外就是 我们有一个知识点 叫做集团股份支付 它其实是股份支付和 这个合并财务报表的一个综合 那从学习上来说呢 其实你是需要有合并报表的基础啊 才可以去理解 这个集团股份支付的知识点啊 因此是我们股份支付当中 本身比较难的一个知识点 那往年呢 集团股份支付这一部分 它在我们教材当中只有理论文字 所以我们大部分情况下是考察客观题 偶尔个别年份 是在我们主观题 差错跟证当中可能考疑问 但是难度也不会过高 主要是集中在个别报表的处理 那今年呢 这边加了两道立题 一道立题呢 是立题10-5 10-5还可以 它主要讲的是 关于我们集团股份支付的一个分类问题 就是在母公司各报 子公司各报 以及合并财务报本当中 我到底应该把它分类为 以权益结算 还是以现金结算 那立题10-6呢 它里面有会计处理的 也就是它由母公司各报账务处理 子公司各报账务处理 而且非常关键的 它有合并报表的一个抵消的分路 因此呢 今年是有可能会考察 集团股份支付的一个抵消问题 大家也是需要做好 考主管题的一个心意准备的 这是第十章的一个情况 那第十一章 借款费用呢 没有发生变化 然后是第十二章 货有失效 好像呢 看上去删除了一个债务担保 但其实对我们学生呢 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影响 因为债务担保本身就非常简单 在我们教材当中 甚至没有什么给他理论文字的一个篇幅 就讲了一道立题 那为什么要删这个债务担保呢 它主要是和之前的一个货有事项的具体应用 也就是未决诉讼 未决仲裁啊 实在是太相近了 因为一般发生了债务担保啊 也就后续会产生这个诉讼和仲裁的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例如有点重复 因此呢 就把这个债务担保的这一个部分给他删除了 但是其实在考试的时候 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啊 如果他跟你说担保 然后后续产生诉讼问题 那你还是要会做的 也就是借记应外支出 待机预计负债 那另外呢 增加了一个例题 例题12-7 那例题12-7呢 是针对于亏损合同的增加了一个例题 但是这个例题呢 本身难度也不高 所以整体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 然后是第13章 金融工具 那首先大家看到 金融工具这边呢 我写了一些增加啊 但是其实它没有新增 知识点 它只是增加了很多道例题 那其中例题13-3 它讲的是我们金融资产的一个分类问题 金融资产的一个分类问题 那我们知道金融资产应该分成三类 而且呢 是根据合同陷阱流量特征 以及管理它的业务模式呢 进行分类 那例题13-3呢 主要讲的就是 如果你是把一个这个汇票 进行了一个贴线 那我们应该如何去判断 管理这样一个汇票的一个业务模式 那按照那道教材例题呢 它是既考虑收取合同现金流量 也考虑进行出售 它主要讲的是一个金融资产的分类 那接下去的例题13-7 13-15和13-16呢 它都讲的是金融负债 和权益工具的一个分类问题 那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的一个分类原则 其实我们原来教材当中一直是有的 那现在只是增加了例题呢 去补充说明了一下 我们应该如何去应用 这样一个分类原则 那其中例题13-15和13-16呢 它也是我们金融工具 它的一个应用案例当中的一个内容 而且其实去年考试呢 就已经考到过 并且两套卷子当中呢 都有设计 那一套卷子当中考的是一个客观题 一套卷子当中考的是一个计算分析题 那今年呢 纳入到我们教材当中来了 那另外两个增加呢 大家看到我没有给它红色高亮去进行标识 它加在哪里呢 加在我们金融工具的最后一小节 叫做金融工具的一个披露 那披露呢 相对于我们前面的六个小节来说 它不是我们金融工具 这个章节考察的一个重点内容 大家做到了解呢 就可以了 那接下去是第14章 租赁 租赁是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然后是第15章 持有代售的非流动资产 储置组和中置经营 也是细修一下 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动 那第16章 所有者权益 大家看到删除了一个小知识点 但这个知识点本身上课的时候 可能也就是一句话带过的 对我们考试呢 没有什么影响 对我们学习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所以呢 就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然后是第17章 收入费用和利润 那如果你直接去看 第17章教材的一个对比呢 你会发现 还是有很多文字上的一个改动 那主要就是因为收入准则 相对来说还比较新 那有一些例题呢 也是这个应用案例公布之后 就纳入到我们教材当中来 但是有些考虑上的可能不是特别严谨 所以呢 他再补充完善了一下 本质是没有什么发生什么变化的 那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可以施张关注一下 也就是他在关于运输费用 我们应该会计上如何进行处理 到底是把它作为一项单项留意义呢 还是把它作为一项单项留意义 这个呢 我们原来教材当中是有的 那今年呢 他更加明确了一下 如果这个运输费用呢 他没有作为单项留意义的话 他应该是把它作为一个合同留意义成本 然后呢 把它进入到我们存过的成本当中 那接下去 他应该是变成我们企业当中的一个营业成本 那关于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去年考试当中 也是涉及到过的 那这是第17章的一个变化 那第18章他增加了道立体是立体18-4 但这个立体呢 本身是一个案例的形式 他就是举了一个例子 说明你应该如何去判断 这个政府补助到底是和资产有关 还是与收益有关 那因此是一个解释性的一个立体 那另外就是我们原来立体当中呢 对于固定资产的处理 他政府补助最终的一个部分 转入到损益当中 他没有通过固定资产清理进行中转 不太严谨啊 他稍微完善了一下 那总体来说 对我们考试没有实质性的影响 那第19章所得税 那所得税部分呢 大家看到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变化的 那首先呢 他增加了一个例题 例题是19-21 那19-21讲的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一个与股份支付相关的所得税 与股份支付相关的所得税问题 那这个知识点呢 原来是在2021年的时候 对这个知识点进行了一个修改 那其实当年就觉得非常重要 因此我们在2021年讲课的时候 就自编过例题 给大家去说明 与股份支付相关的所得税 我们应该进行如何处理 而且我们21年22年考试呢 是有所涉及的 那今年呢 教材也完善了一下 他觉得可能一段理论文字不太够 再补一个例题 那其实对我们同学来说 只是原来用的是 我们自编的例题 给大家进行讲解 那今年呢 就替换成教材例题 给大家进行讲解 那总体的学习压力 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变化 那接下去两个呢 是完全新增的 它是来自于我们解释公告的 第16号文 那第一个是与单项交易相关的 递严所得税 那什么叫做与单项交易相关的 递严所得税呢 那它的具体体现 就是我们未来会学的 固定资产当中 会有一个叫弃制费用 那弃制费用呢 我们一方面要把它折现之后呢 确认为一个预计负债 一方面呢 要进入到固定资产的 这个成本当中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会计上的一个账面价值 就和税法上的计税基础呢 会有差异的 因此要考虑一个 低严所得税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后面还会学到 一个章节叫做租赁 那如果站在成都人角度 它大部分情况下 是要确认一个 叫使用权资产的东西 然后要确认一个租赁负债 那么在税法上 它对这个使用权资产的处理呢 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它也会产生一个 低严所得税的一个问题 那接下去还有一个 它说是发行方 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 相关股利的一个 所得税影响 它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按照我们会计上 对于这个发行方的 一个金融工具分类啊 我们是可以把它分成 金融负债 分成权益工具的 那如果我们把它分类为 权益工具 那权益工具的股利呢 我们是做利润分配处理 而不是在税前进行扣除 但税法说 这个东西它允许你 进行税前扣除 所以你看会计上呢 我们是把它作为利润分配 来处理这个股利 但税法上呢 其实是允许你在 计算利润的时候呢 进行扣税 那这样的话 也会产生一个 税法和会计的差异 所以我们也是需要考虑 这个所得税的一个处理 所以有这样两部分的 一个增加 但这两部分呢 它主要是一个 理论文字的一个体现 是没有去补充 这样一个例题的 我会再研究一下 考虑一下我们上课的时候呢 需要讲到什么样的 一个程度 那接下去第20章 非货币资产交换 和第21章债务重组呢 细修一下 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那接下去第22章 没有发生变化呢 大家看到23 24 25和26呢 也是只是文字上 细修了一下 那没有发生什么 实质性的一个变化 那接下去是第27章 也是一个重蓝点章节 叫做合并财务报表 看起来好像挺可怕 写了一大堆 但是呢 其实对我们学习啊 没有什么影响 就是这些知识点 往年也是学的 那首先第一个 它说是增加了 统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那本期增加子公司时 如何编制 合并财务报表的 一个相关表述 所以是增加了一段文字 那它讲什么问题呢 就是如果我本期 去合并了一个公司 也就是本期增加子公司的话 我应该如何去编写报表 那对于统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和非统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它其实增加子公司的编报原则 不一样 那非统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呢 它的这个起始的试点 应该从购买日开始 因为购买日之前 双方没有关联方关系 所以它合并的那一天呢 应该是从购买日往后开始算 而对于统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呢 因为有一个最终控制方存在 所以我们有一个一体化的原则 要视同最终控制方开始控制试点 双方的就进行合并了 所以我们说统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呢 它是需要进行追溯的 那原来我们教材当中呢 它写的比较笼统 没有区分统一控制非统一控制 但是它写的那段文字表述呢 其实针对于非统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但统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它其实增加子公司的时候 它处理的原则不一样 但是虽然教材那样写 但我们上课的时候 肯定会给大家说 同控和非同控 它合并报表变线的方法不一样 所以往年呢 我们也是按照这个 比较严谨的方式来给大家去上课的 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呢 我觉得改的还是蛮好的 因为原来呢 也是二一年的时候 它加了一段文字 它讲母公司不丧失控制权情况下 部分处置对此公司的股权 那它应该是把 这个它处置部分的一个净资产的 和商业啊 给它调整至少数股东权益 所以使得很多同学误解 好像如果不丧失控制权 去处置部分子公司股权 会改变商业 但其实我们一直给大家强调 只要我们控制权不变 商业不会不发生减值 那商业的价值是 在合并报表当中的价值 是不改变的 所以今年呢 它又补充了一段理论文字 去说明这个问题啊 也就是我们如果是 不丧失控制权情况下 部分处置股权 它不会去终止确认 我们处置股权对应的一个商业 那甚至呢 它补充了一道例题 也就是这边的例题 27-50去说明了一下 它两段文字的一个思想 就是我们合并报表当中 商业的金额不变 但是划分给母公司那部分 和划分给少数股权那部分 它的价值会发生改变 所以我觉得还是补充的蛮好的 至少可以解决我们 很多同学的一个疑惑问题 那另外呢 就是如果我们内部交易 双方所适用的 所得税税率不同 它讲了一下 我们应该如何进行处理 就是说比方说假公司 是母公司 一公司是子公司 假公司卖了一个固定资产 给一公司 对吧 然后这个固定资产 我们知道 因为它的会计上的一个账面价值 和税法上的一个计税基础 因为这个内部交易 它会产生一个内部交易的利润 从而呢 使得两者有差异 那这个时候 我们要去考虑一个 地缘所得税的问题 那如果假公司适用的税率是25% 以公司适用的税率15% 问你这个地缘所得税按什么认 那我们现在明确了一下 应该按照我们资产持有方 也就是购买方 它的一个税率来进行计算 那其实就是按照 以公司的税率来进行计算 本身没有增加额外的一个难度 只是明确了一下 比较疑惑的那些点 那接下来去第28章 29章 每股收益和公寓价值计量呢 是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那30章大家看到变动是比较多的 因为政府及民间病例组织呢 它本身这个准则 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新的内容 所以呢还在不断的这个修订 和进步当中 因此每年都会发生一个变化 但是我相信很少有同学 已经把30章学完了 或者说简单听了一下 没有学的特别扎实 因此也不用担心 对你已经学过内容 造成太大的一个影响 你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新内容 进行学习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非常完整的 把30章的一个这个变化情况 都给大家去进行了这样一个分享 那么想再给大家提示这样几点啊 也就是有一些呢 它其实只是形式性的变化 大家不用过多纠结 那有一些呢 是大家在今年考试当中 需要特别关注的 那首先就是股份支付 那我觉得两个点 它都是可以去考察主观题的 我说的是可以考 具体考不考看密提老师吗 那第一个呢 就是前面所提到的 我们可以去修改 我们股份支付的一个条款 从而呢 使得让它从现金结算 变成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那以往年度 我们考察股份支付的主观题 考的都是以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考察过 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所以我觉得这个点 它是可以考一考的 先考一下现金结算 让你做个一两年 对吧 然后呢 再让你转权益结算 那我觉得就考的比较完整了 那另外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个集团股份支付 集团股份支付呢 因为教材当中原来只有理论文字 所以呢 在我们近些年的考试 基本上是出现在客观题当中的 然后呢 主观题的话 它是以拼盘题的方式 主要是出现在插头根正当中 然后主要偏重的是 我们个别报表的一个处理 那合并报表当中的一个抵消 很早的时候 在一二年的时候考察过 但是呢 只是让你去说明一下 或者是计算一下金融 没有让你编写过分路 但前面提到了 我们今年补了两道立体 一道立体呢 它还是分类的一个定性问题 但立体十杠六呢 它是一个关于我们会计处理的问题 它完全有补公司各报 子公司各报 以及合并报表当中的抵消分路 所以我完全觉得 它是可以去考察主观题的 那大家需要重点把握一下 那接下去就是金融工具 金融工具部分呢 那主要是一个应用案例 纳入到我们教材当中 但本身金融工具部分呢 就是我们考察的一个重点 大家是应该进行重点把握的 那接下去就是所得税 那所得税呢 也是我们考试当中 非常爱考主观题的一个章节 那我觉得今年呢 也是大家要做好 去考察所得税主观题的一个准备 而且你会发现 它新增的那个 是特别特别容易去 和我们一些其他的章节 进综合的 比方说 它可以去考察一下股份支付 然后再顺带处理一下 这个所得税的一个问题 比方说呢 它可以去考察一下 和我们租赁有关的一个内容 然后呢 再去顺带考察一下 所得税的部分 比方说 它可以考察一下 我们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的划分 然后把它划分为权益工具 又告诉你 它税法上是允许你 进行税前抵扣 这样一个鼓励的 那让我们所得税上 应该进行怎样的处理 所以你会发现 它的一些新增试点 是特别容易 和其他章节进行结合的 那你是需要进行重点 把握重点关注的 那除了我们 今年教材新增的以外 那我觉得大家 还可以去关注 以下的一些内容 那首先就是收入章节 收入章节呢 去年是有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改动 去年改动主要就改在收入当中了 大家知道增加了一个 PPP项目 PPP项目呢 它本身难度是比较大的 那我们教材当中 总共是收入了三种模式 一个是无形资产模式 一个是金融资产模式 那还有一个是混合模式 那去年22年的考试当中呢 它考了一个无形资产模式的 所以呢 它还有很多的余地 可以进行考察 那我觉得大家 今年也是需要去做好 考主关题的这样一个准备的 那另外呢 就是收入准则 它有一个应用案例 但是是一个非常小的知识点 就问你 这个标准化的一个软件产品 应该在什么时间点 去进行收入的一个确认 本身不太难的 我们上课的时候呢 会给大家进行覆盖的 那另外就是21年长期股权投资当中呢 增加了一个小知识点 关于如果发生了一个被动稀释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需要去视同处置 这一部分股权 也要把内涵商品进行 一并的这样一个截准 那这个是我们关于新内容的一个分享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第二部分 也就是有哪些呢 是我们比较传统的高频考点 大家呢 在我们学习当中呢 是一定要进行把握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的一个表格这里 那首先在讲这个表格之前呢 要给大家重申一下 不是说只有高频考点才会被考察 我们在被考制当当中 反复给大家强调的 我们近年来的考试 它就是要打破套路 就是要全面覆盖 所以你一定要进行全面的学习 那我们提到的高频考点 是底线你知道吗 是你必须要会的 就是你连高频考点都不会 那考试的时候风险极大 但不是说只有高频考点会考 其他考点不会考 那其他考点在我们CP考试当中 都有可能会出现 所以全面学习是必要的 那在此基础上呢 可以去重点关注以下内容 那首先 我们第一章总论 因为它是纯概念性的 所以基本上是考察客观题的 那重点把握一下 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 是经常会考察客观题的 那接下去存货章节 传统来说 它考课观题比较多 但去年呢 在这观题当中也有出现 所以呢 我这边只是一个 大概率的一个情况 那对于存货来说 有两个知识点考评很高 就是第一个 有哪些呢 是记录到存货成本当中呢 不记录到存货成本当中呢 就是它的一个初始计量 那第二个 就是它的一个期末计量 也就是期末发生减值的一个问题 那主要是要掌握 可变现净值的一个计算问题 那接下去就是第三章的固定资产 那固定资产呢 它也是比较喜欢考察初始计量 就是哪些金额呢 应该记录到固定资产的成本当中 那些呢 是不能够记录的 那另外就是固定资产呢 还有一种自行建造的方式 也是在初始计量当中呢 比较爱考察的 那接下去是后续计量 是固定资产 它比较有特色的一个部分 那分成两个 一个就是折旧 那主要是喜欢考察 折旧的相关规定 那后续支出呢 它可以分成资本化和费用化 也会考察资本化和费用化 它相关的一些会计处理 那主要是考察一些文字性的表述题 那如果结合初始计量的话 它会考察一些计算性的问题 那接下去第四章 无形资产 那无形资产当中呢 有一个非常高频的考点 就是无形资产的内部研究开发 那本身这个知识点不难 但是它考评挺高的 那一个是考察客观题 那一个呢 是在主观题当中呢 也可能进行考察 因为呢 它比较容易和所得税进行结合 那第五章投资性房地产 那最最高频的考点 就是我们不同的房地产之间的进行转换 比方说存货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它可以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 那投资性房地产呢 还可以采用两种模式计量 一个是成本模式 一个是供应价值模式 当然偏爱考察的是供应价值模式 那还有一个呢 可以从投资性房地产 转为存货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 那客观题呢 有考察过 主观题呢 也有考察过 投资性房地产 转换它本身的一个账务处理 然后呢 它还可以去结合所得税进行考察 因为在我们所得税的一个角度 房地产呢 是要按照成本 去进行折旧和这个摊销的 它是不能用公理价值计量的 所以它会有一个税块差异的问题 那么近些年来 投资性房地产的转换呢 也非常喜欢和合并财要报表 进行结合考察 那比方说 母公司把它的一个房地产 出租给子公司 问你母公司各报 子公司各报 合并报表应该怎么处理 那又有 比方说 母公司呢 它是把这个房地产呢 出售给子公司 子公司再对外进行出租 问你母公司各报 子公司各报 合并报表应该怎样来进行处理 那这个呢 是比较高频的考点 那第六章 是非常重要的章节 长期股权投资 那有两个特别高频的考点 一个呢 就是关于我们长期股权投资 权益法的处理 那主要是对联系合影企业投资 它的一个处理方法 那接下去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股权投资 它可能是长期股权投资 然后其中可能用权益法合算 也可能用成本法合算 那另外股权投资呢 它还有可能分类为 金融资产的 以供应价值进行计量的 所以呢 也会有一个 股权投资 合算方法的一个转换 供应价值计量 转权益法 权益法转成本法 或者是我们这个减持 成本法转权益法 成本法转供应价值计量等等 那甚至还可以和我们合并报表的 一些特殊交易进行综合 那这是第六章的一个情况 第七章 这个资产减值问题 那资产减值呢 这个章节 其他的点不算是特别高频的考点 但是近些年来 商誉减值的考的比较多 那一九年的话 它是考课官体为主 那接下去两年呢 它是在主官体当中 也考察过我们商誉减值的一个问题 那主要是因为它可以考合并报表嘛 考完合并报表 让你计算完商誉 然后再结合一下商誉的减值 那第八章 负债 这个呢 是我们整个三十章当中 不算特别重要的一个章节 那从考试角度 它比较爱考察的是可转换公司债券 那可转换公司债券呢 它其实本身呢 不仅仅属于负债章节 它也属于金融工具章节 因为它是一个金融工具嘛 所以呢 你很难说 它考的是负债章节 还是考的金融工具章节 但本身可转换公司债券 这个知识点非常重要 因为首先你可以从持有方的角度来考察 它应该分类为哪一类的金融资产 那它应该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那接下去 你还可以从发行方的角度去进行考察 那发行方的话 你是需要把它做一个负债和权益的区分 那除此以外 可转换公司债券呢 它还可以和我们后面的美股收益当中的 稀释美股收益结合考察 所以呢 它是既可能考课官体 那近些年来也在主管题当中呢 有所出现 那接下去是第九章职工薪酬 那职工薪酬呢 它整体学习难度不高 然后呢 它会有不同类别的一些职工薪酬 比方说短期薪酬当中的 大薪缺勤 利润分享计划和非过聘福利 考评非常高 那另外还有一个辞退福利 它是可以和这个货有事项当中的一个 重组义务金结合考察的 考评也是比较高的 那其实也并不完全说一定会考课官体 那职工薪酬呢 在主管题当中 它经常也会考察一段资料 就可以挑选其中的这个 一个职工薪酬来进行考察 这是我们职工薪酬的一个情况 那第十章股份支付 大家也是需要做好考主管题的这样一个准备 那以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是我们以往年度 明智主管题非常高频的一个成分 包括普通的股票期权 也包括限制性股票都考察过主管题 而且呢 它还是可以和美股收益当中的一个 稀释美股收益进行结合考察的 那另外就是我们今年呢 对于集团股份支付也要把握一下 那往年是考课官体比较多 但是我们今年提示过 它是有几率呢 去考察这个主管题的 因为我们教材当中今年是补充了例题的 那第十一章借款费用 借款费用呢 近些年来考课官体呢 稍微多一点点啊 基本上课官体里面都会有它的一个计算问题 那主要是借款费用的计量 那其中专门借款考评特别高 那接下去是第十二章 会有事项 那会有事项呢 考的比较多的是关于会有事项 确认和计量的一个原则啊 主要是一些文字型概念题的考察 那第十三章金融工具 大家是需要做好去考察主管题的一个准备的 特别高频的考点呢 有以下两个 那第一个着重于我们持有方的部分 也就是金融资产的部分 那它可能会让你先对这个金融资产进行一个分类啊 给你一段案例资料 它让你分析一下 它到底是哪一类的一个金融资产 并且说明理由 那接下去再让你去做一个计量的一个处理 那接下去还有一个 近些年考评也比较高的 就是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的一个区分啊 去年刚刚考过 那第十四章是租赁 那租赁呢 是一个相对来说还比较新的章节 是二零年加入到我们教材当中来的 所以到目前为止呢 它没有经过特别多年份的一个考察 那目前是集中在成租人的跨级处理当中 稍微涉及到一点点的特殊租赁交易 那出租人是没有考过的 那特殊租赁交易 它也没有考察的特别深入 因此呢 还有挺多的一个科考空间 那第十五章 持有代售的非流动资产 处置组和中置经营 这个呢是18年新分为一个章节 那这个章节呢 当年因为有两大巨头 一个是收入 一个是金融工具 也是18年修订 所以就把它的光芒呢 给它盖住了 那其实持有代售当中呢 有一个非常非常高频的考点 就是大家看到的 叫做持有代售的长期股权投资 那你也知道为什么它非常高频 就是因为它可以和长期股权投资性结合 长期股权投资本身考察 主管题的概率就大 对吧 然后呢 它可以多加疑问 就结合一段资料 去考察一下持有代售的一个问题 那大家也是一定要掌握的 那第十六章 叫做所有者权益 那其中比较高频的是 关于其他综合收益 我们可以分成两类 一类呢 是未来期间将重分类进损益的 一类呢 是未来期间不能够重分类进损益的 它主要是客观题的一个考察 但是呢 其实你学到比方说啊 长期股权投资的一个处置 我们要接转其他综合收益的时候 它也会分能转损益 不能转损益 那这个时候 其实结合考察的就是我们第十六章 所有者权益当中 其他综合收益分类 这样一个知识点 那第十七章 收入费用和利润 那费用和利润 它的篇幅本身就不多 就是收入 那收入大家看到 我根本就没列什么知识点啊 就是整个收入要素 你都是需要掌握的 那收入考评相当高 那甚至它会超过金融工具 因为不是每个企业 它都有金融工具 但每个企业都有收入 而且收入的形态非常多 因为每个企业 它的业务模式都不太一样 所以收入的内容都要掌握 那第十八章 政府补助 那政府补助当中呢 它是可以把政府补助分为两类 一类呢 是与资产相关 那一类呢 是与收益相关 那从考评来说 与资产相关的 会考得更加多一些 那客观体经常会考察 那主观体也可能会设计 那主观体当中 还喜欢考察一个点 就是政府补助 它属于一个 特殊交易的这样一个准则 所以它比较喜欢考察 我们特殊交易的一个定义 就是这个事项 它是否适用政府补助准则 还是应该收入 适用我们上一章的收入准则呢 所以对它的考察 有的时候呢会集中在定义上 就是它明明应该是适用收入准则 它用了一个政府补助准则 那就是一个差错 那第十九章 所得税 所得税呢 也是属于一个 我们经常会考察主观体的章节 那今年呢 大家也是需要做这样一个主观体准备的 大家看到我也没有去写 所得税当中的什么什么知识点 因为你学了所得税 你就会发现 所得税就是一个整体 它讲的就是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你首先要对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有所掌握 这个方法你得会 然后呢 再去和我们之前所讲的 可以和金融工具结合 可以去和股份支付结合 可以和企业合并结合 所以都是在你掌握了这个方法的 这样一个基础上 然后呢 再去做一些适当的一个拓展 所以也是基本上这一章 你就得会 那第二十章 非货品资产交换 那非货品资产交换呢 它有确认和计量的部分 但是考评相对来说 更加高一点的 反而是它的一个定义 就是这个交易 是否要适用 非货品资产交换准则 那你会发现 即使是两个非货品资产 在进行交换 它有可能会适用金融工具准则 有可能会适用企业合并准则 而并不适用 非货品资产交换准则 所以它主要考的是 一个准则的适用性问题 那第二十一章 债务重组 也是二零年 新修订的一个准则 二零年 新在我们教材当中更新的 那它的考点 一个是集中在 这个债务重组 它有可能 是符合权益性交易的 它应该适用权益性交易的相关规定 也就是不能够去确认 债务重组损益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债务重组 有不同的方式 那其中比较重要的 就是以资产去清偿债务 考评是最高的 那接下去就是第二十二章 外币折算 外币折算呢 在我们 CP考试当中 经常是考察客观题的 但不能说 它绝对不考 折观题啊 比方说 有一年就考察过 这个外币折算 和金融资产的一个结合 而考了一个 其他债权投资的 外币折算的 计算分析题 也是有过的 但是大概率 是客观题 那外币折算当中 两个内容 它都有可能考察 一个就是外币的交易的 会计处理 就是单向外币交易 怎么处理 那第二个呢 就是整张外币报表 应该怎样 进行折算 那接下去是 第二十三章 财务报告 那财务报告呢 目前来看 它主要考察的是客观题 但财务报告的客观题呢 在一套卷子当中 不止一道 也就是它可能会有 两道甚至三道 那如果是三道 可观题的话 分值是相当可观的 因为三道可观题 就是六分 你计算分析题 也只有九分 而且计算分析题 它一道题当中 有可能有两个章节 有可能有三个章节 你平摊下来 那还不如财务报告呢 那财务报告 其实学起来 不算特别愉快 因为它内容呢 有点比较琐碎 而且是建立在 我们前期学习的 一个基础上 那考评比较高的 首先就是三张表的 一个列报规则 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 那还有一个 进行来考评非常高的 就是关联房 基本上每年都有题 那接下去是第24章 就是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 积极变更和差错更正 那这一章呢 可以一差为二 那前面呢 是关于政策变更 和估计变更的问题 那考的比较多的 就是问你 它到底是政策变更呢 还是估计变更 主要是考了一个 概念的变析问题 那主要是考察客观题 那还有一个 差错更正 是我们非常传统的 主观题的一个考点 因为这个差错更正 它本身就是一个 拼盘的容器 你可以往里面 装很多个章节 可以让你股份支付 来个差错更正 可以让你收入 来个差错更正 可以让你金融工具 来个差错更正 可以让你职工薪酬 做一个差错更正 所以它可以通过 差错更正 去考察很多的 其他章节的一个内容 所以呢 它是会考主观题的 但是你只学 差错更正呢 你是拿不下 差错更正的题目的 就是我前面说的 差错更正 它只是一个容器 它可以装很多东西 所以你还是要 重点关注在前面的 一些章节的学习 那第25章 资产负债表 日后事项 那从我们CPA考试 来的角度来说 它更多的是 考察和观题 那主要考察的是 这个事项 它到底是一个 调整事项 还是一个 非调整事项呢 就是它发生了以后 我到底要不要去 调整报告年度的报表呢 那接下去 第26章和27章 虽然我们在教材当中 它是分了两个章节 但是考试的时候呢 它其实不会单独去 考察某一个章节 它就是合起来一起考的 所以把它放在一起讲 那这个大家肯定 是要做主观题的准备的 那首先考的比较多的 是非同意控制下企业合并 这个大家一定得会 那接下来呢 就是比较爱考的 内部交易的抵消 甚至比我们 非同意控制下企业合并 考的还多一点 因为内部交易抵消呢 它既可以结合 同意控制 也可以结合 非同意控制 那么它有比较传统的 内部交易抵消 比方说 内部商品交易 内部债权债务 内部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的抵消 那近些年来 它比较喜欢考察一下 比较特殊的 比方说我们之前所讲到的 它考察过 这个投资性房地产的 内部交易的抵消 它还考察过 借款费用的 内部交易的抵消 也就是母公司 问银行借了款 然后呢 把这笔款项 作为一种投资 投入到子公司当中 子公司拿去造了一个 固定资产 问你母公司各报 子公司各报 合并报表怎么处理 是比较灵活性的一些问题 还考过我们收入当中 比方说 附有销售退回条款的销售 发生在母子公司之间 应该如何进行抵消 所以这就要求大家 不能够说 只会被我们内部交易 它的一个套路 当然传统你肯定得会 但是呢 你最好是能够懂 背后的一个道理 那在考场上呢 你才可以灵活的 根据他给你的一个资料 去做这样一个分析 那另外 在我们合并报表当中 有一部分难度非常高的 就是他的一些特殊交易 特殊交易呢 其实就是结合 我们在长期股前投资部分 讲的一个转换 转换呢 比方说 你涉及到合并报表了 有权益法转成本法 那他既可以考你 这个母公司各报的处理 也可以考你 合并报表当中的一个处理 那更加难的 就是成本法转权益法 母公司各报处理 合并报表当中 怎么认这个投资收益 它都是可以进行考察的 那接下来就是 第28章每股收益 每股收益呢 它主要是偏重于计算 因此呢 经常在我们客观题当中 特别是单学题当中 进行考察 那大家需要掌握的是 基本美股收益的计算 和稀释美股收益的计算 都有概率去进行考察的 那接下去第29 第30 我就没有去列 那原因是第29章 内容本来就不多 雇用价值计量 那基本上课 也就是一个多小时的内容 那所以他也谈不上 什么高频不高频的 那30章 是政府及民间 非力组织会计 它的内容非常多 那在我们学校里呢 是可以开一门课去讲 就是我可以讲 它一个学期的 那在考试的时候呢 其实你不知道 它命题什么点 那如果是早些年份的话 它应该会命制 它比较核心的问题 但因为这个内容 其实加入到 我们教材当中 也好多年了 所以近期年来呢 就不好说 因此呢 它其实是属于性价比 不是特别高的一个章节 也谈不上什么 特别高频的一个问题 那这就是我们 这个30章 大致的一个概况 那大家在学习的时候呢 可以先对我们 整体的情况呢 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那最后呢 就是给大家提出 一些跟课的建议 因为同学会比较纠结 我这个二年的课程 学了一半 还没有学完 那你新课又出来了 我到底应该是听新课呢 还是坚持把我原来的 那个课程给他 学完再更新课呢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的一个建议啊 第一个建议就是 你千万不要觉得 你第一遍学了是白学啊 我好像二年的课 学了一半 是不是白费了 我新课又出来了 那要给大家说的是 基础班 学习两遍 是非常好的一种 学习策略啊 尤其是对于会计学 因为它的内容非常多 所以呢 你前面学了 后面会忘记 是相当正常的啊 就是你只有不断的 去进行重复啊 温固而知心 你才可以对这个知识呢 掌握得更加牢固啊 在考场上 你才可以更加的自信 所以学习两遍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 学习策略 有很多人呢 他不是不想学两遍 他是来不及了 只能学一遍 甚至这一遍呢 学的都是非常仓促的 那这样的时候 上考场呢 他其实有一种 特别赌博的一个心态 所以大家放心 你之前学的呢 不会白费 那另外就是 很多同学啊 经常会问 老师我去年呢 就插了一口气 我可能58分啊 57分 那今年我应该怎样 去进行备考呢 那其实我知道 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他心里想的是 我去年已经有 规定的基础了 你给我一个 比较好的方案 我今年少花一点时间 然后照样可以通过考试 那其实我给出的一个方案呢 可能不是他最想听的 我也觉得他不想听这个方案 但是呢 我还是要跟他说实话 也就是 你虽然去年学过一遍啊 但是学过一遍呢 还是得忘了 你要参加今年考试的话 基本上得重来一遍 不会节约你太多的一个时间 所以你会发现 有些同学 可能他之前 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基础 就基本上是零基础 跨专业进行考察的 但是呢 他老老实实的 听老师的话 该做的都做了 然后呢 到时候就考过了 那有些同学呢 就比较遗憾 每年呢 都差一口气 就是他老是想着 我怎么样更加高效率一点 所谓的高效率啊 他怎么样高效率一点 少花点工夫 照样可以通过考试 那大家看到 我这边给大家说的是 我们CP考试啊 是需要全力以赴的 因为他每年就在 每年参考的人当中 去挑选最优秀的那一批 那你只要是 没有用尽全力 你跟别人去比拼呢 你肯定都是智亏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不要想着你要省力 你要想着是 我有非常大的一个自信心 一定是可以通过 今天的考试 只有你把它考完了 你才可以正式的 把这个会计科目给甩掉 不然的话呢 你每年都是需要花 差不多相当的时间 去复习一遍呢 是非常痛苦的 因此建议大家呢 是一次性 我们把功夫下到位 然后呢 就去通过考试 那接下来看一下 我们这边的一个建议啊 先说最简单的 就是如果你已经 二年的进度非常可观了 已经进入到二十章 以后了 那我会建议呢 你不用去纠结 二三年新课 让它更新吧 它肯定会需要更新 一段时间的 不是说教材出来 课程马上就要出来的 毕竟要进行这个录制 然后特别是要进行 比较长的这样一个 后期的剪辑啊 校对啊 所以上线呢 会有一点时间 我建议你坚持学完 二十七章 也就是后面的 二八二九三十 你可以崩管它 学完二十七章 合并财务报表呢 其实你可以对我们 整个CPA会计学 有一个非常完整的认识了 因为二十章往后 只有一个重难点 就是合并财务报表 有一些大家看到什么 外币折算呢 这个资产负债表 日后视线呢 差错更正啊等等 它其实内容很少的 基本上两三个小时 就可以把课听完 所以主要的时间呢 就花在合并财务报表的学习 因此我觉得 你可以坚持学完二十七章 把该做的做了 就是听完课 然后把书看了 那包括这个讲义 包括这个教材都可以 然后呢 把该做的题给它做完 然后呢 再从二二三年的新课开始跟 那这样的话呢 就完整的学完两遍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一个学习的方式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 你也不用太多纠结 因为你刚刚开始起步 我们这个CPA的块钱 它中断是最最痛苦的啊 前面的坡度是比较缓的 如果你是把长期股权投资 放到这个金融工具之后去学的话 我上课是这个顺序 是先讲金融工具 把长期股权投资 往后拉 拉到金融工具之后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顺序 这样的话呢 你一开始的坡度是比较缓的 但是会进行高位震荡 也就是中断 它是最吃时间的 所以你一到九章 其实你刚刚开始起步 那你开始学的这个章节呢 你是需要 把它的这个同步的分章练习呢 给它进行做完的 然后同时呢 你可以稍微等一下新课 因为前期的新课呢 应该出来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因为内容不算特别多 然后呢 对于已经出来的新课 要不要进行重听呢 我觉得第一章啊 你可以去听一下新分的部分 也没有太多的一个时间的花费 一个呢就是会计职业道德 我觉得听一遍呢 还是对它起码的一个尊重啊 我们会计人员呢 要有职业道德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新增的第六小节 关于可持续性信息披露 也是听一听 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就可以了 那接下去的一些章节 如果你去做过对章节的一个习题 然后呢 把讲义呢 看一看 里面有一些新增的例题 或者是新增的例年证题 你把它做一做 都没有问题的话 你就接着更新课 比方说 你可能听到第五章啊 那把第五章的一到五章的讲义看过 然后一到五章的这个分章例题做过 然后接下去 你就从比方说 第六章是这个长期股源投资 跳过从第七章资产简直跟着新课往下听就可以了 你的速度应该和我们新课更新的速度差不多 这个也没有太大问题 那接下去就是 集中在中间阶段的 第十章到第十九章 那大家会发现 这十章到十九章的还有一些内容是更新的 比方说股份支付 比方说进入工具 然后呢 所得税当中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新增的内容 那我的建议是这样 就是你也不要完全等新课停日在那里 我觉得也不太可学 因为新课更新到第十章往后 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所以呢 建议你同步开始进行学习 那学哪一些呢 学二十二章以前没有变动的部分 为什么 因为二十三章 大家看到是财务报告 它比较具有平和性 那如果你收入没学 金融工具没学 股份支付没学 你去听这些比较有综合性的内容 会比较困难 所以你不要我二十三章以后学 你在二十二章之前去学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么大家看到啊我们从第十章 这个股份支付 开始 一直到这个二十二章呢 大部分都是什么 都是特殊交易事项 那这些特殊交易以及特殊的一些事项 它的一些具体的准则的规定 那我在背口指导当中给大家说过 这些特殊交易呢它有一个行数 就是前后之间关联性不大 它都是非常独立的一个问题 所以你稍微交换一下顺序 或者有一个章节没有学去学其他的 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影响 那就可以挑其中的一些听话 比方说你先把借款费用学了 先把这个 会有事项学了 会有事项的虽然是删了一个债务担保 但是上课的时候 可能也就花个五分钟十分钟时间 对你没有影响的 然后呢 比方说租赁你可以先学 因为租赁没赶 石油代售可以学啊 然后政府补助也可以学 非货币资产交换 债务重组 外面折算这些都可以学 那等你这些学完了之后 然后呢 如果它开始更新 比方说股份支付了 那就把股份支付给它跟上 然后它开始更新 进入工具了 你就把进入工具给它跟上 那我觉得其实就可以了 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 这样一种方案 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些建议 那么如果有问题的话 也非常欢迎大家 在小红书和微博呢 跟我进行讨论 那我们这一讲就讲到这里